就是這兩天大家比較關注的基隆捷運 那因為這個林又昌市長說要解決這個台北段的問題要增加將近88億 那還要請柯市長說不要亂扯 要刻意製造說是因為基隆捷運來增加經費是不合理的情況 不過市長日前是有說八堵到基隆的那一段是打算要等到 反攻大陸以後才要處理嗎 那林市長是反擊說 這個您的腦袋是不是還停留在解救大陸同胞的年代 如果那麼關心基隆端的方案的話是從南港到汐止還要一直管到基隆的海邊 是不是想要當這個大台北的市長 請教市長看法 這個都是口水題目啦 但是我直接回答那很 關鍵的問題 作為前瞻計畫第一炮的基隆輕軌 當時是說要80億 多一點到80幾億 然後要四年後完工 結果現在四年半後的今天 連開工都還沒開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從基隆輕軌變成基隆捷運 結果八堵到基隆那一段不見了 所以將來很有可能基隆捷運沒有基隆 這很奇怪 再來從基隆 從那個八堵到南港這一段 你現在說路線還要再重改那很清楚 如果路線都還不確定 請問你那個預算是怎麼編出來的 因為我知道四百多億 你連路線都不知道啊 再來 如果你連路線都不知道 那可行性評估環評要重做 那就問一個最最最最最根本的問題 請問什麼時候開工 所以這個我講過嘛 那是這樣 如果你們作為前瞻計畫第一炮的基隆輕軌 到今天變成說那個已經不算數不見了 有沒有人出來道歉 你們不是很喜歡讓人家道歉嗎 那基隆輕軌不見了 那基隆捷運沒有捷運 沒有基隆 沒有基隆 那開工日期也不知道 所以我講這是這樣 當然有人講說 你這個 很多人都勸我 政治人物的這一關騙過去再騙下一關 你何必把大家的騙局都拆穿 何必讓大家都不好看 可是我就很不喜歡 這個國家不可以這樣 那個公家的錢也是 把它當作是 自己的錢這樣看待 你現在連路線都不確定你怎麼變預算 所以那個四百億是誰講的 四百億是蓋哪裡到哪裡 路線都不知道你怎麼變預算 那路線都不確定 好啦 那你什麼時候開工 所以這樣嘛 你基隆輕軌 變基隆捷運 我就很想問啊 在林佑昌的任內有可能開工嗎 我現在知道不可能了嘛 那不是從頭到尾都騙局